我们本身从事这个饮食业 已经是有30多年的历史 我们是做火锅次出生的 这几十年来在外面的市面上 也有很多新派的菜式 好像雨后春笋一样 令到客人的选择多了 一次很机缘巧合的机会 认识了一个传统的怀旧粤菜的老师傅 他在这一行里做了五十多年 从他身上又得到很多啟发 再加上现在在市面上 做怀旧传统粤菜的餐厅和酒楼 都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转型了 这个怀旧传统粤菜 我们希望能够传承这个传统粤菜 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个传统粤菜 让他们尝试一下 和新派的粤菜有什么不同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家庭 落到来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乐也融融的地方 因为我们本身也有怀旧的传统菜式 也有新派的菜式 他们可以一家老少 落到来我们的餐厅 他们不同年纪的人 都可以吃到他们合口味的东西 这个碼头三色鱼 是我们店铺的特色 因为每一次客人来到的时间 都一定要指明要点这个鱼 因为他们一个鱼里面 有分三种的味道 一个就是滥角 和酸菜 一个剁椒 这样去制作的 一鱼里面已经有三种味道 一次过可以满足到 我们的盐焗鸡也是我们店铺的招牌菜 因为我们这个是古法的盐焗鸡 我们是要用自己避制醃料 和盐焗鸡味道的料 经过两个小时的盐焗鸡之后 先用一个芽煲 用盐 每一种逐种逐种逐种去焗 所以它的制作方法 和在外面一次过做几只鱼烤鸡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这个羽衣甘囊 它原本就是一个西式的沙律菜 我们现在将这个西式的沙律菜 运用到在我们的中式菜里面 我们又要加插了新的元素 因为这个菜是用汤来喂它 熟的南瓜和红萝卜 鸡来熬汤 才能够带出那个菜的精髓和味道出来的 我做了这么久 最令我深刻印象的 都是说回这个怀旧的菜式 我们有一个猪油渣拌饭 因为当时我们的猪油渣拌饭 我们还没出现 在我们自己试菜阶段 有一晚有一个客人来到的时候 他一看到我们的猪油渣拌饭 他很有兴趣 后来我试一碗给他试一下 这个客人真的令我很难忘 他吃完猪油渣拌饭的时候 他的眼泪不断流出来 是不能收声的 他还是一个男人 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因为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 为什么你吃完我的猪油渣拌饭 令到你这么感触 他就跟着跟我说 他回味他小时候 他妈妈煮这个猪油渣拌饭给他吃 但是他现在他妈妈不在 所以他很怀念他妈妈 所以这件事是令我永远都忘记不到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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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